現在高雄人是不是對於自己 有這樣的市長 然後有這樣的熱潮 拚經濟好像已經快要起飛 那種感覺是很興奮的 邵廷 一直都很興奮 我覺得有點像 我們英文講hypo 就是已經有點像亢奮的狀態 從今天所有打電話進來的 這個觀眾朋友 你可以 大家幾乎聽起來就是老高雄 這二三十年來就是 從民進黨執政 大家不要忘記 民進黨在韓國瑜之前 在高雄市已經執政二十年 遠高雄現在是33年 剛剛有一個先生也提到了 過去花媽十年在做這個 整個元宵燈會是怎麼做的 其實我們家就是在 愛河燈會是在我們家選區 所以從第一個 莊小姐的淺津區 到後來的林雅區 都是在愛河燈會 過去像先生講的沒有錯 過去程序市長在辦燈會的時候 他每一個鐘頭 有時候甚至每30分鐘 就放一次煙火 放煙火的時候人特別多 煙火放完之後人就走掉了 然後騎著摩托車 大家都騎著摩托車到愛河旁邊 看著煙火放了 然後放完煙火人就走了 所以有點像那種短暫式的 這樣亮一下就走了 那結果什麼都沒有留下 沒有很熱絡的經濟活動 在那裡發生 完全沒有 所以像最近的金銀河夜市 金銀河夜市150個攤商 每一個攤商一天 根據觀光局的統計 營業額將近一二十萬 一天一二十萬 所以難怪抽籤那麼難抽 不是難怪國稅局盯上了 所以我說 這個韓國瑜是完全不同的做法 他用這種庶民經濟 他讓高雄人知道 韓國瑜可以帶給高雄人 真的像他選舉前講的 人靜的來 豁出了去 所以我覺得最感人的一個 我那天看那個 龍改亞在成立的 禮拜天的時候 有人說 他們一定要支持謝龍介 他說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當時講的 都兌現了 他相信韓國瑜支持了謝龍介 也可以讓台南市變成這樣子 所以等於韓國瑜的效應 甚至已經外溢到今年要選舉的 立委選舉 所以韓國瑜市長 他在從選舉的時候 對高雄市民所做的承諾 現在完全一一在兌現當中 那也讓高雄人現在就 覺得好像如獲至寶 我真的撿到一個寶了 我一定要把這個寶抓住 你說不讓他走 不讓他去選總統 本來是不讓他走 但是我想這兩天 這個府院高層 對韓國瑜這個 一個直播的一個攻擊 我覺得真的是讓 南部人是很 南部人的性格是很奇怪的 你只要 平常可以忍住不講 但是你只要讓他去尋找 你親門打給他 你親門打給他 人家說軟頭沉滾 我的頭軟軟你把我滾很親下去 我就會反抗 而且我這個整個力量會起來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然我們希望讓韓市長 好好在高雄把它做好 但是問題是現在很多觀眾朋友都在講 他的力量能夠多大 你如果中央還一直要卡他 要把他壓制住的話 搞不好他也是看你 韓國瑜等著落水 你就做不了 你做不了的話 你沒有什麼樣的政績出來 有一份民調就是針對高雄人做的說 高雄人願不願意 韓國瑜2020去選總統 有50%的高雄人是不願意的 希望韓國瑜繼續留下來建設高雄 可是我們打進來的電話當中 很多積極的高雄民眾 是希望韓國瑜去選總統的 我看可能是這個酒吧直播之後 引發的後續效應 吹動了 大家希望你乾脆去選總統好了 不然被罵土包子 然後被罵說你這個喝醉酒 發酒瘋 什麼事也做不了 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完全可以理解高雄市民的心情 真的是奇蹟 想都沒有想過破天荒 居然韓國瑜單槍匹馬 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形底下 翻轉了高雄 全部高雄的人 你想想看多興奮那種期待 然後全台灣 我告訴你 全世界都在看高雄會怎麼樣 高雄人從來沒有這樣子的重用過 重用過 從來沒有這樣就是說 他們可以改變他們自己的命運 那這一切當然是拜韓國瑜所賜 他們也希望做韓國瑜的後盾 所以這個時候你說 市長不愛做 我要做總統 因為很喜歡韓國瑜 做總統當然也很好 但是我們高雄市要怎麼樣 你當然很糾結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要不然就覺得沒了沒了 還是留下來 起碼做一任 2024再去選總統就好了 那還有一種就是說 他的糾結就是前提是中央 給韓國瑜 中央給韓國瑜小鞋穿 那這樣子的話我覺得 高雄市民才會有一個正當性 他這裡有辦法說 對 所以韓國瑜在這裡 繼續做也是白做的 辛苦到要死 再擺平 結果呢 中央每個人都不愛讓你 你做就沒辦法了 你去選總統 他們才能接受 所以民進黨很笨嘛 我就覺得民進黨為什麼 不對韓國瑜好一點呢 我剛剛有一位 Coin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 他說韓國瑜不是高雄市的 是高雄市的 本來就是啊 他現在是高雄市長 他對高雄市民有承諾 你高雄市民自己怕說 你選不定沒辦法拿到賬款 就要叫韓國瑜出去算 我覺得如果是這個理由 大家沒有辦法接受 可是如果對高雄市民是說 他在這邊這麼辛苦了半天 民進黨什麼都要小鞋穿 然後每次都要卡他 那你就去跟他拚啊 民進黨看你怕不怕 對不對 你有中央力的搖擺嗎 就看我們高雄人不起嗎 我們高雄人如果讓韓國瑜 去選總統的話 你們就剉了一蛋 就高雄人是需要這個理由 高雄才不擔心 你國民黨選得上總統 選不上總統對不對 所以對於韓國瑜來講 不管你民進黨欺負韓國瑜 所以民進黨很笨 民進黨如果今天 對韓國瑜什麼都很好 譬如說前瞻預算好了 我如果中央不能派人 去跟韓國瑜簡報嗎 我們這個本來是要這樣子做的 不知道韓市長你覺得怎麼樣 韓國瑜就說好 趕快來 那我們就做了 你這個態度就完全不一樣了 你高高在上 然後那種官僚 衙門的那種作風 如果今天韓國瑜要去大陸 你一天到晚就說你不要去 你不要被騙 你不要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是陸委會 我告訴你 我如果是民進黨陸委會 我會派官員陪你去 我派官員去給韓國瑜簡報 現在兩岸的局勢怎麼樣 你要去什麼 我們派官員陪你去 你看韓國瑜拒絕也不是 接受也不是 這樣比較厲害 你每天就這樣子酸言酸語 那讓人覺得你輸不去 那你就是把高雄人給惹毛了 對你有好處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會變成是韓國瑜 所以剛剛我覺得 就是韓國瑜選總統最大的推手 對最大推 所有人就在想說好啊 那就再等著看 如果再一個月 再兩個月還是這樣子的話 說明高雄人的心情就會有改變 今天當然是因為 昨天蔡英文跟CNN宣布說 他要連任 而且他有信心會勝選 所以有人就剛好拿了今天 你昨天說宣布要連任 結果今天民調就出來 那給你洗臉 你不管怎麼排 都是第三名 或者是大叔 兩個人的時候還大叔 蔡英文的回答是說 他說民調是死的 人心是活的 所以他非常有信心 人心怎麼活回來 俊哲 人心怎麼活回來 真的 剛剛我們一直討論 韓國瑜的議題 這就是我們民進黨 去思考的地方 當然我還是很看好 蔡英文的原因是 現在是最低迷的 在最低點的時候 每一步可能都是讓你上揚的關鍵 然後剛剛我們在討論到 你用很多的這個戰術 所以你同意沈大老說 現在是低點 最低點了 對 現在確實也是最低點 應該沒有人否認 沒有探底 最低點都還有這樣的一個 基本盤 我想再來就是你怎麼樣 表現自己太多的時候 你們民進黨基本盤那麼低 這是一開始 而且有很多的選項是 大家都還在討論有沒有 無論是柯P要不要選 或者是韓國瑜要不要選 你說如果柯P不選的話 這28.6是你們的嗎 這也有可能 看怎麼解讀 我認為蔡英文從這個點去出發 還有這一次2020 其實為什麼會排出 這樣的一個民調的對象 來讓大家選 大家就是期待這樣的精采度 好像看起來 光看左邊 右邊 好像大家都紛紛覺得 好像左邊比較精采 姑且不論如何 民進黨還是從現在 重新開始 對 韓國瑜的選戰 民進黨比較難贏 好像看起來是特別的 好像有熱鬧的感覺 我們到底叫熱鬧還是要贏 當然民進黨要追求勝利 但熱鬧我看 其實2020絕對不會那麼的無聊 讓你現在就預測得到 這樣的一個選舉 可能大家就不會覺得 非常非常的熱鬧 或者覺得有趣 所以民進黨在他率先宣佈之前 是還有雜音的嗎 我不太 我的邏輯跟沈大佬的邏輯 是相反的 我等一下會講 我覺得蔡英文就是沒有信心 照理講 天津地義一個現任的總統 當然要連任 這還要問嗎 全黨一定支持這個現任的總統 何必要在2月份 就還要大大的宣佈說 我要競選 而且跟CNN的記者 那就表示 是如果不早一點宣佈的話 夜長夢多恐出差錯 趕快 差期 而且民進黨在3月16號選完 第二天就要開始宣佈 進行總統初選 敢什麼 緊張什麼 其實就是怕蔡英文 要趕快把這個位子給站住了 你們其他人不要再笑聲了 就是這樣 我覺得蔡英文事實上就是心虛 才需要做這樣子的 一個不平常的動作 他怕人心會變 我為什麼說 我跟大佬的邏輯是相反的 大佬是說 他覺得柯文哲選不下去了 所以國民黨也不用在那邊 想那麼多了 用不到韓國瑜了 國民黨現在正常的人 初選出來就夠了 但我覺得 你看這個民調 沒有韓國瑜 柯文哲還是第一名 沒有韓國瑜 柯文哲還是第一名 如果韓國瑜沒有出來 柯文哲 他也是要再有照顧 所以他要等到登記那天的意思 是說登記那天 如果看到韓國瑜去登記 那他就不登記 如果韓國瑜沒去他再登記 錯 因為韓國 因為柯文哲就算主黨 他也要連署才能夠參選 因為你必須這個政黨 在立法院裡頭有黨團 有席次 你才能提名總統候選人 否則你就要連署 所以柯文哲他就要開始連署 那麼他的連署過程 就是他的造勢過程 就是他的阻擋過程 如果他的連署瘋瘋瘋火火 一下去野火燎原 幾十萬人 上百萬人 大家都要出來 連署 柯文哲選總統 他就順勢就選啦 如果像剛剛大佬講的 出來三隻小貓 然後大家都想說 那句話不能亂講 哪一隻 三隻小貓 不能亂講 當年有一個夫人就這麼講 幫柯文哲刺激一下 如果柯文哲那個人氣 不如預期 然後韓國瑜又要出來選了 柯文哲就可以這樣 太大 太大了 但我覺得他很難逃小 沒替逃 因為他不是要等到登記那一天 他連署要夠人數 他才能去登記 他還是會登記 也算下去 而且他現在的民調 沒有理由不選 對 他的民調還是最高 如果沒有韓國瑜 他現在在討好韓國瑜 我覺得如果是柯文哲選總統 我一定跟柯文哲選總統 你有沒有歡樂 韓國瑜說什麼 我都百分之百配合 我一定全力照顧你們高雄市民 我一定全力支持韓國瑜 柯文哲他選總統一定是這樣選 柯文哲說這樣就好 一樣 不是一樣的意思 剛好相反 高雄市民就是說 這樣看起來 柯文哲要做總統 不行 韓國瑜第二一選 柯文哲等一下做總統 高雄人真的很難 左右為難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柯文哲沒有這麼簡單不選 我覺得他選的可能性 還是大於他選 好 好 好